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這個節日大家應該多看重 明天有要拜禪 明天一般佛菩薩聖誕都是要拜願 所以說我們去年也有學那個拜願 還記得嗎 去年的應該還 沒有啦 我們今天那個 我們這次說要學什麼 唱讚嘛 對不對 那個其實唱讚 是一個階段 現在目前要學的 那個光沐魚的節奏 光搶哪個沐魚的節奏 那個沐魚 來 借我一下 好 謝謝 這個沐魚這樣子拿 放在桌上大的沐魚 就這樣拿 沒有比較大的那個 像這樣的沐魚 我說比較大的沐魚 那個沐魚槌 比較長對不對 我們就是用整個手拿的 整個手這樣拿 那個比較長我們可以拿在中間 拿在中間 你不要拿在桌 如果說沐魚槌很長 你拿在後面 低點吃力 除非你的那個已經很有技巧了 拿沐魚啊 這個東西都是還是要有技巧 像那個一般我都是 像我個人我就是拿中間 大概拿中間 像如果找課啊 敲那個演奏啊 我就會拿更前面一點 拿更前面一點 我就大概就這樣敲而已 就是 有的人敲 他是整個這樣手在動 這樣在動 或這樣動 這樣動 其實這樣子 我個人的習慣啊 我覺得這樣很比較辛苦啊 這樣講比較辛苦 這樣講 這樣講 我是覺得說這樣 待會兒你要抓到訣竅啦 你要抓到訣竅 大概就是用手腕這樣敲 第一點 那個沐魚很大 有一個釣 釣手啊 釣手 釣手要怎麼說啊 釣手啊 那個很高啊 他很高 他手不好敲 那個都是要有技巧的啦 往前面坐沒關係 像這個小魚啊 像這個小魚 如果放在桌上的話 放在桌上 一般你們剛才看 剛開始在學 就是敲 就是 手嘛 你懸空啊 你們手是懸空的 我是覺得 我是跟去年我就講了 你們的手要放在桌上 對 第一點 你 你開 你 我覺得懸空才會酸吧 對不對 懸空才會酸吧 你放下來 你手 你肩膀要放鬆 第一點 你肩膀要放鬆 這樣放鬆 這樣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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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要慢慢習慣啦 你現在沒有抓到訣竅 第一點你就 第一點 你敲得不是很順 你的手跟你的嘴巴 念出來的沒有辦法配合 所以說這個都是 光敲木魚 就非常不簡單了 知道嗎 光敲這個木魚就非常不簡單了 如果能夠把木魚敲得好 我覺得說不 就相當有功夫了 知道嗎 所以說要先把木魚敲好 你這個手啊 有的人喔 他的手就是很有力氣啊 他要放軟的沒有辦法放軟 手很軟的啦 頂股 很軟的 就是手 手沒有辦法放柔軟 最最我覺得說最最最高階的 就是用手指頭這樣敲啊 就是大木魚 加木魚 他也是一個手這樣子這樣 微微動這樣子而已 所以說啊 可是這個是要慢慢練習啊 我說慢慢練習啊 那我覺得說慢慢練習的最 怎麼練習呢 都拜佛 拜佛可以讓你身心柔軟 相信師父講的話 而且喔 這個拜佛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一定要多 不管你幾歲 你看我都一直說 我能夠來到靈濟室 我很有福報 老婆上90歲了 還在做 還在帶萬佛 萬佛耶 做維羅啦 你們看看那個誰啊 易錦啊 說拜兩天 拜一天都疼得掉了 我是爬不起來了 腳都沒辦法 老婆上90歲啊 我說你去打鼓啊 他跟我換啦 他打一支箱 他拜兩支箱 我去打鼓 下午換我 我做維羅這樣子 下午他去打鼓 一個90歲老人家 我說過全台灣省 我沒有看過哪一個90歲的老人家 老師父老和尚 還在那邊做維羅啊 沒有啦 他喜歡拜萬佛啊 你知道嗎 你看他身體軟得不得了 註念36個小時之後身體軟綿綿的 我很感動耶 知道嗎 所以說 我們喔 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修行 你學佛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學佛 第一點呢 有的人 我覺得說 很 無法理解的就是 有一部分的人 有一些人 他覺得說 這個不是修行 我覺得說 這個就是 我以前我說過啦 我這個心路歷程 我這個心路歷程是93年的時候 有開始轉變 像我們是以 像陳天寺啊 我們有時候離開陳天寺之後 到中部啊 直接到場 直接到場 他就覺得說 這個不是修行 也不是 我這個人不可以這樣說了 比較不看重這個東西啦 在教理的深入 以戒律 這個 就是 對戒律 要時時刻刻 如履薄冰這樣子 這樣 可是我現在93年之後 來到 鼎記寺 這個心境啊 是一個姻緣 請我到那邊 待念佛會的 我待了10個月 這個唱頌啊 法器啊 基本上的 包括梁皇啊 各方面喔 我都已經很熟悉了啦 對我來說 那基本的 打鼓啊 圍挪啊 那些對我來說都 好像不是說什麼 什麼困難的事情 都可以應付啦 厭口是在寧濟室學的 也不是很認真學 就是因為有這個環境 就是有機會就上去 有機會就上去 啊聽了幾次 啊也是無形中慢慢就 突然就感覺比較越來越 聽了幾次之後就 那個節奏就抓到了 然後抓到就慢慢就上手了 就是這樣來的 有人聽了十幾年 我老頭上 聽了十幾年 他也敲得不好 這個也不曉得叫怎麼說 所以說還是建議說 一定要多拜佛 我們的用功 學佛的目的就是 第一點 你一定要趕快削月障 第二 你一定要相信師父講的話 這個第二 一般人都不太 我說過了 我們漢傳佛教太過清高 對修福報 他覺得說這個 我是來修行的啊 幹嘛做這些東西 包括沉淀室那個作物啊 修苦行啊 有人說說 我是來修行的 我怎麼來 我是來 我怎麼來做什麼工作呢 我來搭照啊 看見啊 不知道 對 廣青老頭上就是說 你一定要 像我師父寫了一句子 做事 念佛 做事排第一 念佛 第二 做事念佛因苦撐 他說 他寫了一個句子 我是一個比丘生 出家 原意未修行 菩提道路 艱難勝 做事 念佛因苦撐 我師父上天就講 做工具 要祖宅啊 那苦撐 他不曉得修行這條路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知道嗎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光敲這個魚就 不好敲了 知道嗎 敲了十幾年還敲不好 所以說 這個 一個師父講 正所法師講 這個是要有三根 講這句話就夠了 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呢 我們一般社會的人 你們在教理上接觸 可是我覺得說 你們接觸之後 你們應該走到這邊來 這個 我去年就說過了 這個是修 這個 我覺得說 這個是真正的 面對大眾的時候 這個就是 你要看你的功夫 什麼是修行 不是坐在 坐在普團上面 不是在經典裡面 你要走出來 你要面對大眾 你要跟大眾 我說過了 不要一個人修 不要一個人修 你應該要跟大眾共修才對 這樣子才能夠看到你的問題在哪裡 知道嗎 而且 我有幾年的經歷 我現在看到的就是 在這個 這個地方 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修行不是我們想像那個樣子 知道嗎 我再講一句話 受盡委屈啊 知道嗎 吃盡苦頭啊 不是啊 我們站在台面上 站在台上 站在圍諾這個店 站在那打鼓 很好聽 不是這樣子 有的是一個法會 請法師來 法師來敲一敲 回去了 他一樣一個人 一樣一個人 他大眾當中 他就是 心裡面 有些問題 他就 也都會 我說過 出家人也是凡夫 也是凡夫 一定會計較的 這個我沒拿掉 這裡也計較 那也計較 都是凡夫 可是你說他不對嗎 你不可以說他不對 因為我們都是凡夫 這條路 非常不容易 你除了讚嘆 沒有其他的方式 知道嗎 因為這條路 沒有幾個人可以走的 所以說我說過了 在廣青牢上說 不是廣青牢上說的 傳聖法師 我師父 廣青牢上 叫我師父收了一個土地 可是我師父沒有聽話 我的師父沒有聽話 他叫收這個年輕人傳聖法師 應該是 他應該是跟我同輩的 道字輩的 可是我師父 老婆上還在 廣青牢上還在 幫老婆上帶刀 在城堂市帶刀 帶刀之後 帶到高雄去 鼎禮 廟通寺 鼎禮廣青牢上 被廣青牢上罵 我說的話你就要聽啊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呢 結果後面弄了 結果因為這個事情 後面有一些事情出來 知道嗎 所以說有些 而且已經出來了 有一些爭議出來了 事情就已經 因緣就是這樣子 你能說他什麼了 老婆上已經走了 有一些爭議出來 可是說也沒辦法 所以說師父講的話 不管對跟不對 師父這樣講 你就聽就好了 我師父是覺得說 老婆上還在 他不好意思 不然那個姻緣就不一樣了 你知道嗎 傳聖師 我出家 剛出家 我出了戒 我78年受戒的 78年受戒 那個大概78年 79年的時候 那個傳聖師 打佛妻 廣青牢上的佛妻 三個禮拜 21天 最後一天 我們是禁雨的啊 我們出家中要出坡啊 早上看我去出坡 好像我記得我是做水頭啊 去順水啊 回來 他就看 他說我他自己說 他看我觀察我21天了 跟我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那個用災的時間 晚上啊 下午結束 用餐的時間 用鑰匙的時間 跟我講了大概一個半小時的話 李李渣啦 講了一大堆啊 我都不記得了啦 我只記得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廣青牢上的法門 在外面沒有在流通 他的法門是 頓悟法門 頓悟法門 我當時啊 之前啊 在成天室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這個法門很殊勝 做工作很殊勝的 我做得很高興的 有的人是被動的 你知道嗎 他心拉不出來 他就是被動的 你看看他出了家就離開了 受完劫他就離開了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法門很殊勝 可是我講不出一個東西來 我講不出 我出家來兩年了 兩年了 三年了 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很 這個法門很殊勝 可是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後來是傳聖法師 他最後一天的時候跟我講 往青腦上 他說觀察我二十一天了 我那才小朋友啊 才幾歲而已啊 在當兵回來 所以說 他就跟我講說 他看得起我啦 他說說 廣青腦上 法門 在外面沒有在流通 這句話 其實我在現在感觸很深 這句話 我現在感觸很深 修行這條路啊 不是一般人可以走的 知道嗎 所以說 你能不能忍得住 你能不能堅持得住 這不容易啊 所以說 廣青腦上的法門 沒有在流通 直了 他頓悟法門 我給你交了一句話 直了生死 頓悟法門 知道嗎 好 所以說你能夠理解 我這個是我的心境啊 我這個是我的感受啊 我已經講過給其他的法師啊 居士聽啊 可是你們有沒有這個感受呢 這是我的 這樣走過來的一個心路歷程 所以我講這些話 我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說 學佛這麼好 可是我們 往往 卡在哪裡呢 第一點 我們的業力 第二點 我們的福德不夠 一定要相信我講的話 福德不夠 這句話從誰 我是一個小 芝麻綠豆的小和尚啊 吳竹青總 講話誰聽啊 對不對 中科法大師講的 修行啊 你要第一 要懺悔業障 第二 要修廣大的福德資糧 沒有廣大的福德資糧啊 你再怎麼修啊 你都沒有辦法開發佛德智慧 我做個 我以前做過好多個比喻的 所以說 好像一個平面啊 高樓啊 你到自己樓 你的視野 心境就是這麼高 你的視野百分之百 跟你的水平百分之百是一樣的 所以說你一定要 我現在一個是感受啊 可是有的人 說給其他人聽 很多人沒有辦法理解 還是覺得說我的程度很低 當然我的程度一定是很低的啦 所以說我這個沒有辦法解釋那麼多 可是我一個很大的一個感觸 憂心 知道嗎 學福這麼好 這麼殊勝 可是我們有時候是走進去 走到一個地方去 走不出來 知道嗎 沒有辦法做一個平凡的人 做一個平凡的人 可是有時候 到了一個 像我一個心境就是 我到了一個 幾年之後 我覺得說我有個責任 像去年犯拜科 到這一次的犯拜科 我就是有個責任 對佛教的一個責任 所以說希望說我們法師啊 我能夠通過法師來 不管你學得好不好 我希望說你能夠堅持下去 而且那個 印海法師啊 我是一趟路那麼遠 還有他的事物要忙 要學不容易啊 所以我覺得很辛苦 一趟路那麼遠 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是跟他視訊 可是他好像我通常沒有跟他互動 沒有跟他傳販拜方面的問題 可是我還是覺得說不管你學得好不好 第一點你常駐的事物你一定要發心 常駐的事物你一定要發心 第一點你就是各方面慢慢的業障消了 我覺得說各方面你都多參與 多參與 各方面你都慢慢的核心應手 所以說這個大家今天來 今天在這上課 我的一個希望就是 這個除了這個課頌本 課頌本 我這段子這幾天啊 也都跑很多地方 跟大家解釋這個課頌本 我一個 一個這樣子 我做推銷員啊 不簡單耶 這樣 說給大家聽 大家有的法師還沒辦法理解 差別在哪裡啊 我就是講 我就講很簡單的就是傳承 傳承 1500年的傳承 1500年的傳承 你為什麼 1500年的傳承 知道嗎 他已經傳承1500年了 可是我們現在因為 太多人了 這個版本啊 為什麼大家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呢 大的道場裡面 他就是覺得說 我這個東西有得用就好了 有的東西 這個幾乎沒有在流通啊 這個道場裡面 像我們成天師 我最近回去 他說現在課頌本 已經沒有在用了 都是用投影的 人多嘛 還有師傅說 班書班金書 我很辛苦 因為老了耶 不是年輕的耶 三十幾年啊 知道嗎 你們年輕人都要剃頭 要倒三天啊 所以說 老的年紀大了 而且你看看班書啊 班這個金書很重的啊 知道嗎 所以說 這個 那這科頌本啊 有的老的 他到場裡面用 他有的用就好了 他也沒有去推廣啊 他也沒有去推廣 那我就看到這個 這個沒有再沒有推廣的話 這個 這個版本 1500年的版本 幾乎要斷掉了 知道嗎 所以說 希望說大家 大家 能夠 真正了解 我 一直推這個 課頌本的原因 還有理由 希望大家也能夠 互持這個 這個版本 你不用 不用做什麼事情 你就是 多幫忙推銷這本 就好了 謝謝各位 剛剛講的沐魚 剛剛講沐魚啊 這個沐魚啊 第一點 你有空啊 你也不要說 第一點 我們髮器要輕 你不要說 我現在打髮器 要人家聽到 打膛子 咚咚咚咚 柯子 輕一點 要柔一點 聽那個聲音啊 沐魚也可以聽到 他的聲音 這個每個點都不一樣啊 每個點不一樣啊 這個比較硬啊 對不對 這個靠近這個 比較實心的地方 就是比較硬啊 這個地方就比較 比較空啊 對不對 他想就空 聲音就比較大啊 那個 我們喔 靠那個聲音啊 靠那個 射我們的心啊 知道嗎 靠那個心啊 射我們 如果 到某個點的時候 某個經文的時候 某個 某個咒魚的時候 我們用不同的聲音啊 會那個聲音 會比較射受 所以說 這個都是一個小技巧 當然就是 你就是 你這個沐魚啊 要 要聞 現在啊 不是學犯拜的問題 現在是你要多讀經 把咒語念的滾瓜爛熟 的問題啊 因為咒語都念不熟 經文 經文念到哪裡 不曉得 這個都是一個問題啊 所以說喔 這個 我們喔 學犯拜 可是學犯拜 你只是好像是 點綴而已 啊 你平常 你連讀經 拜佛 持咒的機會 都很少 這個叫做 食修啦 走到這邊來 走到這邊 拿牧魚跟 威娜牧魚 保障谷的時候 這個是幹什麼呢 這個是修大眾 廣經老少說 修大眾好 我說喔 這個就是菩提心啊 菩提心啊 不是以自己為主 是以大眾為主 是以大眾為主 不是以自己為主 當然你要熟練啊 你不要說 我要上去試試看 沒有人 當然你要上去試試看啊 沒有人 師父說 你上來 你就要上來 敲得好不好 不管 你就是上來 知道嗎 聽師父的話 是不是 你就敲得不好 你也要上來 你會敲 師父不一定會讓你敲 所以說 學佛喔 不要簡單 牧魚 回去啊 你第一點就是把經文啊 手 輕輕的敲 你敲的時候 你在家裡面 或者說你自己 什麼地方 你可以把牧魚 用個 毛巾稍微蓋著 輕輕的敲 輕輕的敲 不用快 任何事情都不要快 你剛開始 你就是 或者說 現在手機很方便 就是 手機很方便 你就是 順著那個 YouTube啊 經文啊 八十八火 阿彌陀金啊 或金鋼金啊 地藏金跟著這樣念 這樣敲 順著這樣敲 那節奏要一致啊 節奏要一致啊 那牧魚啊 搶小牧魚 就是這樣敲就好了 這樣敲就好了 這個 打開課頌 這個是你的嘛 來 那個這次 我們上個禮拜說 我們要學那個 戒定真相 大概打開戒定 明天我們找課 要唱戒定真相 戒定真相 那個 九中十五股 八十八婆 有沒有練習啊 等一下喔 我們還是要上來 上來練習一下 好不好 好 戒定真相 來 第七十七月 來 我們這個 這個符號會看嗎 符號會不會看 你要寫嗎 戒定真相 戒定真相 我們先寫一句看看 把這個符號啊 這個法器啊 這個介紹給各位了解一下 戒定真相 還有那個過七星啊 過七星 知道嗎 這個 我要介紹一下 這個加兩橫啊 加兩橫啊 等一下 太太了吧 我知道 這裡 真的嗎 那是 那呢 這個 我 枯 不是 那個 的 這個 我就是知道什麼說什麼 這個比較抱歉一點 不是很專業啦 交不容易啊 對啊 一板一眼 借定真相 這個叫做一板 一板一眼 一板一眼 一板一二三 一板三眼 聽到沒有 一二三就是節奏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這個你大概知道就好了啦 你不用做什麼就是 一二三四 了解 遦 遦 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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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拿麥克風齁 拿麥克風也有技巧 有的拿麥克風就是要特別大聲 我覺得說我們就是拿麥克風 要以大眾的這個空間的音量為主 大概音量 你不要說音量大到什麼程度去 我覺得這個麥克風要手握的 當你會上那個法 那個參加法會 或者幫忙做樂種 你就是其實要注意你的音量 當然是以維挪為主 維挪起槍之後 你要跟著接槍 然後你就是 我會放給被撞唱 我就輕輕的跟著唱就好 主要的在比較重要的地方 轉折的地方 我會稍微再提一下 拉一下 當然有時候我會一直唱下去 就是 就是說這個拿麥克風也是一個技巧 接電證一板三眼 主要要怎麼學呢 沒有技巧 就是一直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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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你滾瓜爛熟 你厭口啊 我根本就沒有什麼經驗 啊很好聽 從成天室說要去跟人家學啊 我真的跑到 新店 廟法師 借著老婆上那邊 那時候我離開成天室 跑到那邊去 結果這邊也看不到師父那邊看不到師父 我都不好意思啊 就自己跑掉了 我不敢跟人家問啊 不敢跟人家問啊 大家都在睡覺 不敢去跟人家問啊 音源沒有成熟啊 繞了二十幾年 到九十三年的時候 到成林濟室 林濟室就有這音源 有時候就跟著上去 有時候跟著上去 聽久了 那個調啊 就慢慢的 因為你聽錄音帶怎麼聽都不會啦 有這個環境你用意思聽 一段時間就上手了 所以說沒有其他技巧 就是一直 就是聽 我們喔 佛教啊 注重傳承 師父怎麼唱 你就跟著怎麼唱 啊現在網路上很方便啊 你就一直聽 重複的聽 或者說這個師父你喜歡聽這個師父的 你就一直聽 還有啊 我跟各位姐姐講一下 我當然呢 我現在推廣這本 這本喔 大陸 江蘇 長洲 天陵寺 一千五百年的歷史 一千五百年的歷史 我們現在大部分唱的 調啊 我們現在唱的泛拜啊 的調啊 都是長洲天陵寺的調 幾乎從 從 因為它已經流傳一千多年了 所以說我們從南到 從北到南 東到西 全部都是這個調 當然也有地方的小調啊 像我們老和上的福州人 他唱福州調啊 福州調啊 我現在沒有時間可以學給大家聽啊 那福州調很簡單 就是一個運 好像是重複的唱 重複的唱 重複的唱 也沒有過七星 就是重複的唱 那那個 那這個調啊 我們這個界定真香 這個調我們這個泛拜啊 幾乎你聽到的都是長洲大陸 長洲天陵寺的犯槍 所以說它是一個標準 通用全國 你走到哪裡 這個版演沒有變 因為都從這邊來的 那現在有一些 有一些調 特別 我跟各位講 這個傳承很重要 我希望說大家先把這個傳統的學會了 你要去變化 你要去聽學其他的 你再去學 你基本的你一定要把這個傳統的這個調 學會 好不好 沒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一直重複的聽 重複的聽 這個界定真香啊 來 這個我不 這個這個調 就不是很 不是不是很 這個 這比較主要的地方是哪裡 過七星的地方 過七星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地址千層熱在金爐放 地址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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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層 這個 這個 千層 前層 東東 不想對不對 来 我们总统唱 祭敌生 爱萌生 阿愛奔起从天上 阿 笛子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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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現在是 0101對不對 0102 0103 010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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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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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從頭唱 過七星 奔起從前 定正 恩 相 愛 奔起 從天上來 愛的子前塞 愛惹在即 對 一 子前 一 一 一 啊 啊 有沒有衛生紙啊 這個 這個毛巾 這個不要用了 這個 跟地子前塞還有 請客分雲 請客分雲 他的音啊都同樣的 地子前塞跟請客分雲 其他的都一樣 他就是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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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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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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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時候你看看 有時候有狀況啊 這老界啊老界 爐香站也會唱倒 他唱不起來 起不起音 這實在的 這我們自得法師啊 這老界啦 連魯香站都被 穿得倒去 起不起來 那個 我們從後面的那個香雲蓋 開始練 香雲蓋 你 李宗离 亡 深 也 數 不 滅 難 晓 在 差 趴 雪 我們跟各位解釋的就是那個過七星 就是過七星 過七星的扳眼 就是 就是這樣子 01 然后 後面就是 三个鼓 三个圈圈 送三下 过了七星之后 1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少一個嗎 後面啊 這個一個 這裡 對 這樣對嗎 又多一個 來 來我們先把那個 那個 那個 其實那個地址千層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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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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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 愛滴子 而千塵 愛滴子 愛滴子 而千塵 心 可 quiser 而千塵 世凡 爱谢日 而耶穌麵難消 才早 愛 南無 相 愛 佛 沙 愛 佛 沙 愛 佛 沙 愛 可 愛 沙 墨 沙 愛 佛 沙 愛 佛 沙 Medical 愛莫愛恨愛沙 愛南露下愛應改愛菩薩 愛莫愛沙 我們現在就是對這個過七星 就是要了解 第一點我們這個板眼都是一板三眼 一板一眼 一板三眼 過七星的地方高低音 他這個高低音低一點 我們就是先把他的調先把它學起來 調學起來之後你那個下板 下板你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你就是會抓得到板眼 有的人他是怎麼抓都抓不到板眼 這個就第一點我覺得說他是陰感的問題 陰感的問題 陰感要怎麼去處理呢 我看到一個師父啊 剛開始在打法器的時候 這很久了 這個師父我師兄弟 他打法器啊 這個打得不好 打得不好 打得不好啊 他就讀滑眼睛 我看那時候他讀滑眼睛 他讀滑眼睛 他讀完一卷他就去拜佛 讀完一卷他就去拜佛 有空他就去拜佛 基本上都沒什麼人啦 就是偶爾禮六日才會比較人多一點 有客信徒會多一點 平常他就是多拜佛 一段時間之後啊 他過一段時間我就發現 我也是沒有跟他說 你法器打得不好都沒有 我就這樣看他啦 看你看大概就知道 剛剛有個學會問我說 那個什麼人他有沒有翻到 你怎麼知道 我說把基督六姐就知道了 他說這個 他打得好不好 我心裡面很清楚 他打得好了進步了 我也覺得說 我心裡面想說他可能就是讀滑眼睛 不管他讀什麼睛啊 就是他有去拜佛 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是我記得這件事情 我還記得什麼事情呢 我一個師兄弟啊 他做支客 招客不是支客 招客 我們室裡面沒有支客 就是支客啊 支客啊 支客是大直式 就是招客 招客 那他就是 拜萬佛 一天一千拜 找時間拜 天天拜 不曉得拜了多久 一段時間之後 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說他也有很大的變化 很大的變化 除了拜萬佛以外 他是找時間啊 床出破的時間 是出破的時間 他其他的時間 他休息時間 他就拜萬佛 在走廊啊 晚上啊 那個走廊的電燈啊 開著他就在那邊拜萬佛 室外啊 如果下雨天他當然正在室內啊 在他的房間裡面啊 所以說我覺得說 我們這個音感要怎麼處理 沒有其他方法 我還是覺得說 要多拜佛 只有這樣子而已 有的人 他天生啊 他是學音樂的 那個之前說什麼 蔡琴耀 他去我們成天室啊 他聽我們唱啊 他受不了 五音不全啊 他聽起來他這個專業的 聽我們唱啊 五音不全啊 像那個戰火技啊 阿咪 我們都會拉槍啊 他多拉長一點 現在不會了啦 他以前剛開始學的時候 他來我們成天室 他受不了啊 他跟我們說 你們唱的他受不了 所以說我們犯拜 原則上 你就是要把那個音感抓得很準 所以說你現在 我們現在學的 我們現在剛剛講 這個界定針樣 是算屬於大戰 大戰啊 你跟著師傅唱 我背的都可以背啦 可以這樣中段 中間這樣交 我這樣交不來 整段這樣唱過去可以啊 所以說這個 還有這個 我們的戰啊 就是爐香戰 基本的爐香戰 爐香戰 這個爐香戰你學會的 爐香戰你學會的 爐香戰你學會的 其他的戰你基本 一般爐香戰你學會的 界定針量比較特別一點 他就是剛剛講的 兩個 地質千層 還有地質千層 還有請客分雲 這兩段的地方 陰降下去 那那個還有就是 彌陀大願王 曜師佛大願王 觀世音菩薩 那個地藏戰 這個我們的四 客頌本裡面的四大戰 就是觀音 佛寶戰 佛寶戰 這是文書 普賢 觀音地藏 他這個戰 包括那個佛寶戰的戰 調啊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完全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看 七十八月 那個七十八月 佛寶戰 那這個佛寶戰 這個我剛剛講過 這佛寶戰 文書 普賢 觀音 地藏 他的調完全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 像他的 跟各位講一下 他的這個差別 這個美格在哪裡 好 先放開七十八月 七十八月 好 這個佛寶戰 大家記得 過七星之後 過七星啊 過七星版演之後 兩個字的 兩個字都是高音 如果說沒有過七星 不是 過七星之後 如果不是兩個字的 都是平音 像那個佛寶戰無窮 功成這個叫高音 兩個字而已 還有那個 絕道雪山風 後面有 梅濟玉豪光燦爛 這個都是平音 照開 梅濟玉豪光燦爛 過了七星 照開兩個字 高音 對 高音 模式都一模一樣 所有的戰模式都是一樣 戰佛祭 佛寶戰 藥師佛大戰 阿彌陀佛大戰 還有彌勒佛大戰 菩薩 這個九十一月的菩薩 觀世音菩薩明天要唱的 這個都一模一樣 兩個字的 明天 九十一月 大家看一下 這個也大概一年唱 就一年唱 唱個三次而已 你看 菩薩浩元通 降聲 就是高音 降聲 然後降聲 然後降聲 那普陀公 普陀公 楊柳枝頭乾露灑 這個就是楊柳枝頭 過七星之後 好幾個字的 那個就是平音 過七星之後 普枝兩個字都是高音 音要把它拉高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先明天要唱 明天是觀世音菩薩 我們來唱這個 這個九十一月的 好不好 大家 大家 那個上板 那個上板 那兩橫的就是上板 圓圈就是下板 兩橫就是上 兩橫 兩橫 圓圈就是下板 這個就是當子 當子 當子 這個就是刻子 那木魚 一般說這個是上板 上板 上板 這個是下板 好 嗯 那木魚啊 木魚啊 木魚都是敲哪裡呢 木魚都是敲 敲圈圈的地方 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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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敲圈圈的地方 過了香雲蓋 香雲蓋就是上板下板 木魚都要全部敲 如果說我們現在 那個唱那個戰 唱蛋 包括爐香戰 上板的時候過後面香雲蓋 對不對 香雲蓋 香雲蓋木魚要上板下板都要敲 如果還沒唱香雲蓋之前 就是唱 就是木魚就是敲這個地方 圈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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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七星 過七星 我畫一下 剛剛講的過七星 剛講的過七星 你剛說上板下板或上板下板以後 然後等於是要跳舞嗎 不是啦 浩元通 他的這樣子 我畫反眼就好了 浩元通 去年我們好像沒有交到這邊 這個是慶味 我們 一般像那個 像這個芥丁真香 後面有香芋蓋 對不對 像這個我們現在翻到是91頁 這個像這個 這個菩薩這個站我剛剛講過了 佛寶站 藥師佛大站 彌陀大站 類似的這樣子的站 後面沒有香芋蓋 後面沒有香芋蓋 我們沐魚 沐魚都敲在哪裡呢 沐魚都敲在圈圈 沐魚都是敲在圈圈 過氣心呢 沐魚原則上 都是敲圈圈 敲圈圈 沐魚 敲圈圈 這個是敲圈圈 敲圈圈 沐魚全部都是敲圈圈 沐魚的位置 敲圈圈 你只要看板眼 你敲得準 你就是敲圈圈 上板就是寶中骨 我們的當子 刻子 刻子這個就是刻子 如果有當科的話 就是上板就是刻子 上板就是當子 下板就是刻子 沐魚就是過氣心的話 就是你對著那個你要注意看 你的那個 一般剛開始啊 我們就是一定要看刻頌本 對著沐魚 對著刻頌本 那你要照著板眼這樣敲 圈圈都是沐魚 圈圈都是沐魚 就是這樣子 來我們唱一遍 那你現在當然是 現在當然就是用我們左右手啊 你左手 左手我們左手啊 當子 刻子 當子 刻子 當子 因為我說說 左邊右邊啊 我是覺得說我們統一就好了 當子 刻子 當子 右手是當子 左手是刻子 你敲桌子 那個敲板眼呢 敲板眼 懂 一 怎麼敲呢 你要數板眼 懂 這樣 點一啊 拍下去 點十指 拍下去 點十指 左手啊 拍下去 拍下去 你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拍下去 一 中指 無名指 小指 再來開始 來 來 要反過來啊 反過來可以啊 反過來啊 上板 我們對 打保重鼓 我們左手是上板 鼓是下板 來 來 菩薩 愛 愛 愛 願 佛 愛 佛 愛 佛 愛 愛 七八 愛 祈 愛 愛 祈 愛 祈 愛 祈 祈 愛 祈 愛 愛 愛 好真柔 愛斷座 阿婆陀佛 阿婆陀佛 海洋流子頭 甘露 阿婆陀佛 阿婆陀佛 阿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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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神 阿佳 向你 仙神佛 愛光佳 阿 善遥 常 周 阿 爱千尘方 离千身头 爱光家 导 长 终 他的模式 你把这一段学会 你把这个菩萨这个学会 你其他的几乎都全部会了 所以说没有很特别 你就是死背 死背 一直唱 一直听 就这样就会了 还有 有时候你会突然就会了 因为表示你 对 大概就是夜长笑 真的是这个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你会突然就领悟 原来就是这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这样子而已 还有那个我们来 刚刚讲过那个88月 来 我们的模式完全都不一样 可是字不一样 你看看 那画痴呆过七星之后 画痴呆街头上他三个字的 三个字的怎么唱 一样是这样唱啊 一样是这样唱的 那个街头上要高音 那个三界无安第三行 三界无安不可住 过七星 几时两个字的 两个字的就高音 那个补促上连台 后面长日做稳坐 当来七个字的 就是唱平音 起平音 我们来唱一遍 来 好 好 好 弥勒佛 爱花 此大 愛 愛在頭上 愛在感 愛在 愛EN 它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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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不带 相应善 阿愛增海虎 阿愛增海 阿愛增海虎 阿愛增海虎 愛 愛三節五 愛不可 愛主 高音 愛這十足 愛 幾十鐵樹 這個唱錯就是有個圓韻 就是打妄想 沒有 不夠專 幾十鐵樹 五花 阿卡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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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本 做 大 吃 潛 大 阿 阿 娘 愛 別 愛 善 愛長 念 談 愛長 日 溫 作 待 檔 難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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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 出 愛 三 念 禪 談 大家拿的是第四版的嗎 還是以前的 第四版的嗎 第四版的 第二版我看一下好不好 如果是拿第四版 請放開第五頁 我看一下 第五頁 畫的不一樣 第四版的是畫這樣子 除了畫畫畫的 你把我拉在 等一下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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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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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沒有 那個都不叫的 不是啦 你們這個是舊的啦 新的都改過來了 我要嚇一跳 換新的齁 換新的齁 來 換個登 現在各位同學 我們那個站啊 借聽真香 保頂站 彌陀剛剛講的所有的站 你不熟沒有關係 如果說你共修的話 跟著師父唱 唱一段時間之後 問題是在哪裡 問題是你很少參加 你沒有參加 你要學會啊 你就是好像有個概念 可是你就是沒有那個機會 或者說你沒有時間來參加共修 你參加共修一次兩次三次 你來了幾次 唱到哪裡你就知道了 那怎麼唱 你也會知道 問題是我們沒有時間參加 我們今天來這個地方學範敗 可是我們學了之後 你卻沒有這個機會 或者說你工作忙 你沒有機會參加 你今天來這邊學 你要把它學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說 可能如果說你的音感很好 你可能學得起來 可是如果說你最主要就是你沒有那個時間到廟裡面來 或者參加共修 我們這個基金會這裡有共修 你都沒有機會來 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學了範敗 我還是鼓勵大家 我們學佛啊 你教理各方面你都很深入 可是你一定要多參加 不管怎麼樣 不管出家師傅或在家居室 你們就是站在後面也可以 跟著念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我覺得說 我現在是覺得說 這個範敗 唱頌是個非常殊勝的法門 非常殊勝的法門 南傳佛教 南傳佛教他沒有這個範敗 他就是這樣子清唱 經文就是清唱 他經文就是這樣 晉唱 那個藏傳佛教他們有很多的法器 包括法羅啊 那個法骨啊 那個大的 那個 所以說 藏傳佛教 所以說這個唱 我覺得說 這個範敗是屬於大乘佛教的一環 你看看菩薩 很莊嚴 陰洛 很多陰洛 對不對 莊嚴的很漂亮 所以說這個是大乘佛教的一個特色 所以說我們這個 你出了教理以外 我覺得說 你應該多去理解 你走進來之後 你才慢慢理解他的書聲在哪裡 我覺得說走進來之後 你會打法器之後 你會暢頌之後 你看 我不要說你們啦 說法出家中就好了 他會敲 可是他不曉得他這個 他可能沒有 他知道怎麼敲 知道怎麼唱 可是他 我覺得說他對這個理解 我覺得說還是有到一個程度而已 他沒有辦法理解說他這個書聲在哪裡 他只知道這個怎麼唱而已 他甚至覺得說這個是常駐的事情 不是修行 他真的是會這樣講 這個只是應付信徒的事情而已 他這個是一個被動 所以說他心裡面只到這個地方 他會敲 可是他沒有覺得說 他心覺得說這個不是修行 他只是應付常駐的事情 知道嗎 那跑去自己住毛棚 我現在都不贊成住毛棚 你看看 看很多書 可是你卻對大眾的事情 眾生的事情 大眾的事情卻不關心 廣經老實上講 大眾的事情你要發心 成天室的觀念就是 你要對大眾的事情發心 那我講這些話 有的人可能也沒有辦法理解 或者是沒有辦法認同 所以說你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我們你學了之後 你可能沒有機會啊 參加共修或參加法會 你會覺得說參加法會都要錢 就沒有去啦 這是一個問題 現實的問題 那我現在是覺得說我93年 93年 你看我出家30多年了 講到錢啊 我覺得說沒有什麼特別的 有的人說這個書他很有錢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啊 供養三寶都是正確的啦 你知道嗎 供養三寶百分百分 你不要管他有沒有錢 是不是很有錢 比你還有錢 我輸開比較好的車 旁邊開的比較好 我整個檔公車輸開的旁邊比較好 我一個孫兒子 有一個師兄弟 最近就是換了一台新車 很高級的車 我覺得說這個都是 這個都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你要一個觀念 供養三寶都是正確的 藏傳佛教對上次的供養那是 我覺得說他們就是 他們一個心沒有像我們 我們的漢傳佛教這個心 恭敬心還不夠 不夠啦 我覺得說他們藏傳佛教有一個觀念 就是對上次的供養他們是盡其所難 你看 把善盡家財三不一拜到那個拉散那邊朝聖 這是多麼大的勇氣啊 善盡家財啊 知道嗎 用幾年的時間回來的時候再打算 知道嗎 我們漢傳佛教好像沒有這樣子 有啦 朝三 朝三幾年之後 可是也沒有善盡家財 我們講到這個東西你就走不進來 講到錢啊 我爸爸講過一句話 那個學佛要有福報呢 我們沒有這個福報 我爸爸跟我講這樣子話 叫我慢一點再學 老了再學 我爸爸說比較慢一點啦 你帶母親後來老了 我爸爸這個觀念是正確的 學佛要有福報啊 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 我們一般人卡在哪裡啊 第一點 現實問題 第二點 時間問題 現實問題是不是福報啊 時間 你沒有時間來 是不是也是福報啊 福報不夠啊 所以說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現在一個很大的一個就是 我之前上個禮拜有講 你一定要修法 讀經也可以 可是這個讀經不是你訂課而已啊 不是你訂課而已啊 你要先發這個願 把這個量拿出來 我要讀一百部的地藏經 我要讀一千部的地藏經 阿彌陀經 把這個量 你這個功德 藏傳佛教都是在這個地方很用心的啊 他們就是先發願再來用功的啊 幾萬遍 幾億遍的 翁馬利巴密宏 這樣子 我們就是訂課一天幾萬生這樣子而已啊 最多幾萬生 所以說我們這個量不夠 你要先用儀願導行才對 休息啦 儀願導行啦 所以說我們就是一個方式 你就是走進來就對了 不管你 你有沒有執法器 不管你有沒有執法器 你就是走進來 跟著大家唱 跟著大家拜 就沒有錯了 你不要說你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進就是一個障礙 本身就是一個障礙 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說你來參加 你來參加不是說我現在學了範範 我來參加我就一定要 師傅要讓我上去打法器 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我們都是以修法倡為業障 修廣大的福德資糧 我剛剛講這個錢的問題 這個是很敏感的問題 我們憨傳佛教對這個是很敏感的 我也不要人家 我也不要 我個人我也是覺得說 我自己也沒有什麼修行 本來就沒有修行 93年的時候我來到靈濟室 我看到那些老菩薩 哇 我不曉得打佛器還可以送紅包 去正絕金色 不利正絕金色去打佛器 在打佛器還有可以送紅包 收很多錢 來參加法會 看到很多老菩薩在供養 我覺得說我缺的就是這個 我當時身上有四萬塊 存了一年隔年 我覺得說我弟弟有障礙 我爸爸有障礙 我就請了我們室裡面所有的事物 我那隔年有十一萬 全部花光 請我們室裡面兩個老和尚 還有中地法師 散術法師 還有室裡面的事物全部上去 十一萬 十萬 好像十萬多 然後買了很多的結緣品 供品 全部花光 我覺得說我勸缺的就是福報 我跟我們現在的住室講 我跟我們家以前 幾年前跟我們室裡面的住室講 現在的住室講 以前當家嘛 廚房沒有人 我來做廚房不用錢 我心裡面起一個念頭 要如何修大福報 就想說我到在廚房裡面去 我不會煮飯啊 可是我可以找幫手啊 找槍手啊 找佛莎幫我煮啊 我可以學啊 慢慢學啊 我當兵的時候講個笑話 我這個教不會教 我講一些故事給大家聽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當兵的時候啊 沒有煮過菜 我說這個菜 我不曉得菜要切呢 我不曉得菜要切 我說奇怪菜怎麼那麼長啊 奇怪怎麼那麼長啊 我學長過來 你怎麼沒切啊 我在那插到廚房 我學長過來 我就想說菜怎麼這麼長啊 跟好像以前吃的不太一樣 那個菜怎麼這麼長 我不曉得菜要切啊 所以說這個 我 洗 洗又洗啊 那個米喔 我在進門當兵 那個石頭啊 其他的學長煮那個米啊 洗那個米 他們都沒有再洗一洗兩下就好了 常常吃到石頭啊 我洗個米要洗了三四五次 把石頭都挑光 有洗啦 一定有洗的 所以說我們學佛 有沒有用心啊 沒有經驗 沒有經驗學就好了 講這個犯拜 覺得說犯拜啊 覺得說犯拜啊 一個很大的問題 到現在一樣 我在三十多年 我學佛出家三十多年 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犯拜 還有麥克風 麥克風的問題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近啊 最近啊 就是有一些麥克風的問題啊 起了一點狀況 有點煩惱 不過啊 就是把話講開了就好了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你們先在這邊學 沒有事情 當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問題就來了 知道嗎 所以說這個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除了你會敲 你怎麼敲 你覺得說你敲得對 我說你敲得不對 你能不能夠接受 我說你敲得不對 你有時候你覺得說你敲得對 我說你沒中板啊 他就覺得他有敲板 他拖板啊 或唱得太快 敲得太快 他不曉得 我跟他講了 你講跟他講 他沒有辦法 有時候他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麟怎麼掉 你就是沒有搖到板啊 是不是 所以說我跟各位講一件事 你一定要基本的 基本功在哪裡 基本功就是拜佛啦 懺悔啊 你一定要這樣子 還有 你為大眾的事情 你一定要為大眾的事情發心 不是發菩提心 你為大眾的事情一定要發心 為你自己的福德因緣 懺悔業障 你的廣大的 你的資料 你一定要在這個地方下功夫 沒有理論就是發心而已 沒有理論啊 沒有說什麼 你為什麼要怎麼說 沒有這件事 你會敲 可是你的心 不在這個地方 你的心不在大眾當中 你的心是被動的 這個就是 所以說我在這邊 我今天來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講的就是 我們一些美美嘎嘎 一些問題啊 講了 你沒有辦法接受 一大堆的理由 那到底是你 我講的人是 找人家麻煩嗎 是不是 所以說 有時候 師傅講了 你能不能接受 就是一個問題 就差 講了 表面上接受 心裡面不接受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腦袋 腦袋又 我說笨 我也沒有笨到哪裡去啦 知道嗎 我看就知道 有時候可是我對任何人 都是一樣的 我希望你能夠上來 我沒有放棄任何人 可是你就是你要 你能不能夠接受 就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 學佛就在這個地方 你看不起我 那就是你的事情 我也不要人家看得起 你知道嗎 你如果看不見我 就沒差 對不對 沒差 受傷就是這樣 來 我們上次 現在還有剩下半 我們現在是9點了 我們現在用一點時間 我們來複習 88佛 九中十五股 九中十五股 基本的 我說過了 還有啊 這個除了這個九中十五股 最基本的是什麼 拜佛 剛剛講拜佛 你的隱親你會不會拜 連拜佛都不太會拜 這個怎麼敲啊 是不是 拜佛 雙手頭掌 那個誰 那個拜佛 那個誰 拜佛就是這樣 拿一個隱親 這樣是不對的 你就是任何事情 隱親啊 拿隱親 拿隱親 我說過了 對啊 隱親會不會拿啊 如果隱親拿不好 你要怎麼敲啊 對不對 隱親拿著 這樣子 由外面往裡面敲 手要合掌 有時候你就是可以這樣子放掌 該合掌的就是合掌 敲的時候是由外面往裡面敲 這樣合掌 還有這個雙手 雙手 雙手敲的是一樣 這樣 兩 左手 右手這樣合掌 標準的是這樣子敲了 可是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 漢 基本都是維挪拿隱親 大陸 大陸維挪不一定拿隱親 大陸啊 大陸維挪不一定拿隱親 是另外一個失誤拿隱親 拜三拜就是他帶 維挪就是敲慶 起槍 站在前面 所以說這個隱親就是這樣拿 那墓魚啊 墓魚 墓魚 這個長的墓魚 就一樣是這樣子拿 問訓呢 問訓怎麼問訓 問訓的時候 我看有的失誤到現在 問訓就是舉眉而已啊 你拿法器就不用這樣子敲了 知道嗎 你拿那個長的墓魚 長的那個墓魚槌 就是這樣舉眉 然後就是就好了 你不用 不用這樣子 不曉得怎麼拿 這樣不好看 那隱親啊 隱親你當然要問訓啊 我們隱親 問訓一樣啊 你問訓 就是這樣子 拿了隱親 要有的法器像當子 拿當子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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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子刻子如果問訓 問訓的時候 沒有拿當子刻子啦 問訓的時候 問訓之後 問訓之後才拿當子刻子 敲完之後放下來 再問訓 當子刻子都是這樣拿的 這樣拿的 這樣拿的 輕輕的敲就可以了 剛開始你的聲音量啊 你控制的不好 沒關係 那些都不差啦 你拿久了 問題就是你熟悉了 你就知道makeup在哪裡 這個沒有什麼 這很簡單的事情 這個很簡單的事情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們現在就是 就是不不停的 不斷的 重複的 一直練習 我們那個站啊 現在很方便 我可以傳一些 站到我們群組裡面 我上次之前有說 那個是那個鼓啊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法師 那個香港那個法師 那個敲那個鼓會轉的那個 對吧 我現在就是 有聽啊 可是我就 沒有把它 要怎麼傳到我 我這個電腦 就比較遲鈍 還傳到Line裡面來 我都不太會了 慢慢研究 還要慢慢把那個拿出來 找到它是哪一段 它這樣敲的 你們要 我再慢慢去找 現在是清明節 清明節會比較忙一點 從明天開始要忙到 對了 我們下禮拜三要暫停 下禮拜三要暫停 下禮拜三要暫停 我常住有法會 下禮拜 常住 碰到常住法會 在下禮拜三 10號 4月10號 也要請假 3號跟10號要請假 兩個禮拜請假 我跟我們那個 基金會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軟老師 軟桂梁 跟他請的 4月3號而已 這個10號還沒請假 大家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剛剛我們那個 九中十五股 九中十五股 這個都是基本的 拜三拜 你現在在家裡面 你有空 你說拜地上也沒關係 你不要說一定要拜殿 我們拜佛 我覺得最虔誠的 最恭敬的就是直接拜在地上 你就一顆毛巾 你也不用去買個拜殿 都不用 你毛巾摺一摺 我們頭上不會刻的 你也 我們也不會像這樣刻到這樣 有的事物刻到這個 都是一塊肉起來 一塊肉起來 這個表示他很用功 已經拜習慣了 拜了一塊 這個敲到一塊肉起來 所以說你就是 引慶要怎麼敲 三拜 這個是基本功 你不要到現在 連拜三拜 引慶都不會拿 拿不穩 拜三拜都不會 這基本的 還有九中十五鼓 你就是不斷的練習 剛剛我看他那個 他就不斷的練習 這是正確的 你就是有機會就是練習 你也不一定要保中鼓 你也不一定要保中鼓 還有八十八佛 你的雙手鼓 雙手鼓 你現在給你們的功課就是 鋁佛三拜 九中十五鼓 八十八佛 後面那一段 當然木魚啊 你有機會 如果說你要練習的話 我可以建議你 八十八佛 阿彌陀金 重複的敲 一次敲 敲大概十幾分 不用半個小時 如果你連續敲 阿彌陀金八十八佛 也不用半個小時啊 對不對 一次敲 你就是慢慢敲 然後敲習慣 這個節奏啊 你就是一個人敲 或者說你把那個手機打開 跟著那個Youtube八十八佛 這樣子這樣敲 這樣敲 為什麼你們要學呢 我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殊勝的工作 很殊勝的法門 不是工作 是很殊勝的法門 有的我們 有的人 他會把他當成一個 把他當成工作 這個心態就不對了 你知道嗎 找電玩課 找課玩課 我都很 都很積極的啦 我不會懈戴的 我都很積極的啦 有 當然如果說 市裡面有驗口 或者說 時間比較長的法會 我就沒有辦法跟得上 如果跟得上的話 可以跟得上的話 我就是盡量跟得上 大家啊 我們今天學法系 目的啊 不是只是法系 應該是以法為主啊 我們都是為法而來的 你知道嗎 我們都是為法而來的 除了教理上的學習 你應該 我還是建議 強烈的建議 你應該在這個地方 把所有的心事都放在這個地方 你沒有出家 可是你的心啊 像我們學佛啊 是很殊勝的 你雖然沒有出家 可是你的心啊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的心應該要出家 你知道嗎 還有很多規矩啊 這裡面有一大堆規矩啊 一大堆的規矩 你沒有進來你怎麼學啊 是不是 你一定要進來啊 你不要在門口那邊看著 他也不進來 對不對 然後就是 對我們 這邊點點 那邊點點 這樣是不對的啊 跟各位講一件事情啊 就是這個師父修的不好 我跟 我最近我講了一句話 我在找課的時候 有些事情啊 我就跟我們室裡面的講 我講了一些話 不管你 我們在深入教理之後 你不能覺得說 我有修行啊 你應該 你應該看到每一個 看到每一個人的功德 你應該看到每一個人的功德 我們像漢傳佛教就是這樣子 對其他的 對三寶 我講實在話啦 我這個人個性 嘴巴喔 口子心快啦 我們像漢傳佛教的恭敬心 對三寶的恭敬心 我說實在話 不夠 不夠啊 不夠啊 包括我們出家師父也一樣 對三寶的恭敬心不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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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來的 新學的 法師 其實要 要恭敬心啦 大家要尊重啊 你要看到 就算這個人什麼都不會 我跟去年 我有講到一個故事 我93年到靈濟室的時候 有三個外面的師父 都是老師父 唱頌啊 法序 一般 我說實在話 一般 經文還不會唸 他只唸頭一句跟最後一句 頭一句唸得很大聲 其他都不會唸 唸 唸咒語啊 那個咽口啊 拿摩 後面 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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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修得很好啊 知道嗎 比你們強太多啦 比我強太多啦 知道嗎 他雖然是會這兩句而已 可是他就是很強 他天天唸 他將來的姻緣 就比我們殊勝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講現實問題 你說他什麼都不懂 他就是 常常有這個機會上去啊 常常有機會拿法器啊 常常可以拿著麥克風這樣唱啊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是 你看看你們在後面 我說我們學佛 要比人家 比任何人都要優秀 可是你只會講 你只會說 可是你就走不進來 你沒有領重啊 知道嗎 唱頌法器就是領重的工作啊 可是你就是在後面看 我這樣 我覺得你覺得很有修行 你要修到 你看到任何人都看到他的功德啊 我們現在就是分別心 這個修得怎麼樣 那個修得怎麼樣 知道嗎 我在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啊 我從這個故事更加深我的觀念是正確的 那個 這個很久的故事了啦 木柵老師 一個高中老師 他就有天帶 我們101你知道嗎 四壽山有沒有去過啊 改天我們去走走好不好 帶著地藏金 四壽山後面如果說你有去過啊 後面有一個大石頭 大概那個多大的呢 我記得大概 如果說大概40度或45度啊 大概從這個角到這邊來很大 你可以很多人可以坐在上面 他有時候有一次 就是他常常去那邊爬山 他就有一次帶著地藏金 他去那邊坐在那邊 他就躲在那邊 他就躲在那邊 雨稍微停了 他就下山了 雨下山 雨稍微停了 他就下山了 下山之後都沒事 過了幾天都沒事 他說他對佛法是初學啦 他很客氣 高中老師啊 他很客氣 他說他初學他什麼都不懂 客氣啦 後來過了幾天沒事 有一天晚上啊 門口啊 就一群人 晚上啊睡覺啊 他就一群人 你去講啊 你去講啊 你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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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各位講啊 他那個字式啊 一個人代表出來講 我代表出來講 法師你好 他是高中老師啊 他是高中 法師你好 雙手合指 對不對 問訓 你前幾天 幾天前在山上讀金 我們很歡喜心 可是你好像沒有圓滿 你們好像圓滿 你們好像圓滿 你們聽到都是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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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圓滿 可不可以麻煩 你再到山上去 把它圓滿 我跟各位講啊 第一點 你要注意聽啊 法師你好 你讀金啊 你看看我們讀金的功德有多大 眾生啊 眾生啊 他是沒有心體的 他這個是要靠著我們來讀金 他只能聽聞 他只能聽聞啊 所以說他只能靠著你讀金念佛 所以說 見聞隨喜 見聞 同政 同政西方 所以說他 他聽聞 他就生很大的歡喜心了 他說你 他們一群人啊 一群人來 他說 法師你好 你幾天前在山上讀金 我們很歡喜心 可是你沒有圓滿 可不可以麻煩你 麻煩你到上面去 他既然可以來 為什麼不來這邊塗金 他既然可以來 為什麼不能在這邊讀金啊 這邊有這邊的 我說過啊 所以說你一定要拜啊 一定要拜啊 地基祖啊 知道嗎 地基祖 管你這樣 看你看頭看尾啊 也有這些眾生啊 知道嗎 這世間人的貴旗啊 世間人的執著啊 所以說 你這個基本的 我們不能 我們不用學羅佛 什麼都不執著 還是要執著啊 可是 我們是要拜啊 不是執著啊 知道嗎 你讀金念佛他是可以 你可以利益他 他也可以護持你啊 那 所以說他 那個老師說 他這個夢很特別啊 很懸難 不過確實有這個事情 他有一天再 他早一天再上去 圓滿之後 當天那一群人又來了 當天那一群人又來了 這個夢跟我姐姐的夢 是類似的 當天那一群人又來 穿著 笑嘻嘻的 穿著都不一樣 我姐姐夢到我阿公 穿得很破爛 我阿公 78年我出家 49年我阿公往生 他往生之前 我回去跟他 帶著他念佛 手他手沒有辦法動 我叫他念108 拿個108這顆的念書給他 他這樣念 念得很辛苦 他說 我怎麼那麼殘忍啊 他說他沒力氣啦 手這樣沒有辦法動了 你知道嗎 我不曉得他要往生啦 沒有經驗啦 他要臨終前 我陪他念佛 我就陪他念佛之後 我審生說 可不可以有 讓有方法讓他趕快走啦 我審生啊 因為他照顧得很辛苦啊 他說 我說念往生做 我就回到台北了 回到臨機成天室了 回到寺室裡面 隔一天他就說往生了 念往生做 是不是往生做的關係 我不曉得 我姐姐隔一年 我阿公往生 我姐姐夢到我阿公 很憔悴 面容非常憔悴 穿著破爛的衣服 也沒有講話 就是給我姐姐看 跟我阿嬤 兩個人很憔悴 穿著破爛的衣服 我姐姐說 那時候他還在剛學我 什麼都不懂 他就一直念往生做 就一直念往生做 念沒幾天 大概十幾天 一個多禮拜 又夢到我阿公 不一樣啦 穿古時候的官服 笑嘻嘻的 穿古時候的官服 笑嘻嘻的 好幾年 十幾年都是夢到我阿公 在七月之前 可是喔 就是我說實在話 就是在軌道 軌道 所以說學佛 我覺得說我們一些 我們第一點 一定要藏佛力 你不要看我 我懂很多 不是這樣子 你一定要多進來 這個才是死修 你不要看這樣亂七八糟的 唱得唱也唱不好 打也打不好 鼓也敲不好 個人敲個人的 我離開成天室的時候 到第一站到台南開院室 他們是打打花板的啦 三了半七了半 我喔 雖然不會啊 可是我會聽啊 個人敲個人的 當子上板敲當子的 柯子敲下板敲下板的 唱唱他自己的 鼓就是敲自己的 我覺得說這樣子也可以合啊 我聽了一年了 所以說喔這個 所以說你不要看這個亂 你不要看他亂 你知道嗎 你能夠走進來就是非常殊勝了 而且喔 這個 能夠執法器啊 能夠帶著大眾唱的 那個都是功德非常大的 你不要說一大堆的理論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修行喔 你就是要平常就好了 你就是走進來跟著大家唱 這樣唱 參加法會 你可以幫忙做義工 幫忙做志工 就幫忙做志工 你不要說啊 站在那邊看 你要學會 跟大家融在一起 有什麼事情 那男眾也 最好 男眾都是 大老爺一樣啊 什麼都不會做啊 男眾更要發心 男眾一定要發心 知道嗎 男眾學法 各方面會比較 更快一點 你就是一定 任何人都一樣 一定要多發心 不管你的幾歲 一定要發心 好不好 我們現在這個功課 我今天沒有準備啊 不好意思啊 教的不好 有準備就不是這個樣子 對大家非常抱歉 我現在的重點 就是我這30多年來 我看到了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離開成天是時候 我這個我不動法器的 我發給我不動法器的 太多問題了 太多問題了 可是到台南看醫師的時候 我晚上還是帶功休啊 還是一個姻緣讓我帶功休啊 帶了一年 帶了一年 所以說這個 有遇到一些狀況 遇到一些問題 有時候退了心 可是啊 有姻緣你就是一定要做 一定做 雖然帶了一年 可是問題也是 也沒有人啊 沒有 都是老人家 他們本來是南傳 他們都比較信臭 他們對 他們聽到阿彌陀佛 講講很刺激的 30 應該是快30年了 所以說 他們 他們那邊都是以阿韓 阿韓經為主啊 阿韓經啊 他們聽到那個佛號 他們說只有釋迦摩尼佛 他聽到阿彌陀佛 我那個我在師父處 放那個 放那個擴音 南無阿彌陀佛 他們聽得很 有的師父啊 聽得很不喜歡 知道嗎 可是我還是在那邊 帶了念佛 帶了一段時間 所以說 我們這個 不管帶得怎麼樣 我希望說 這個 不管帶得怎麼樣 就是一種發心了 還有這個姻緣 你不能 你跑不掉的 知道嗎 你這個業就是這樣子 要你做你就是做 那我們 也希望說法師 就是在這個方面 多用一點心啦 雖然不會 沒關係 可是你就多來參加 剛開始就是敲墨魚 最初就是敲墨魚而已啦 你敲到很熟悉 那你就是 我們室裡面 去年 往生的一位老師父 他會敲墨魚 他眼睛都不會拿 可是他會敲墨魚 他也 會幫忙室裡面的事情 幫忙室裡面的事情 他一個老人家 來十多年 幫我敲墨魚 找課敲墨魚 幫我敲墨魚 他唱不會唱啊 那就是看他可以更 更 都跟不上啊 就是說你就進來 跟著學 如果有機會 從墨魚開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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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的當子 刻子 現在人數不多 連當子客子都省掉了 只有寶中骨 人數不多 只有三個人 那四人 找課 維挪墨魚 寶中骨 當子都省下來了 人手不夠 所以說 希望大家幫忙的地方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們多參加共修 有機會就來共修 就這樣子 OK 南無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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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眾等 讀經 念佛 念佛 拜佛 拜佛 所有功德 所有功德 回向西方極樂世界 回向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佳持 天下和順 天下和順 日月清明 風雨以時 災力不起 國風明安 兵戈無用 從得心人 勿修履讓 國無盜賊 無有願往 強 不凌弱 各等 阿彌陀佳持 弟子眾等 家親眷屬 累結冤親在主 歸一婆 歸一法 歸一身 歸一婆 兩族尊 歸一法 禮欲尊 歸一身 眾眾尊 歸一婆 不剁地獄 歸一法 不剁惡鬼 歸一身 歸一佛境 歸一法 靜 阿彌陀佳持 弟子眾等 讀姬 家親眷屬 累結冤親在主 歸一婆 歸一法 歸一身 歸一佛 兩族尊 歸一法 禮欲尊 歸一身 眾眾 歸一佛 不剁地獄 歸一法 不剁惡鬼 歸一身 歸一佛 歸一法 靜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佳持 弟子眾等 家親眷屬 累結冤親在主 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身 歸一佛 兩族尊 歸一法 禮欲 歸一身 眾眾尊 歸一佛 不剁地獄 歸一法 不剁惡鬼 歸一身 歸一佛境 歸一法境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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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持 弟子眾等 家親眷屬 業障消除 善根增長 福慧圓滿 受持佛法 具足正知正見 發菩提心 身心安樂 無量法喜 具足無量功德 永護佛法 父子 願生西方 進土中 酒品 蓮花 為父 花開 見佛 悟生 不退 菩薩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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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持 弟子眾等 家親眷屬 業障消除 有大智慧 大福報 發大菩提心 學佛這個觀念 每個人的法門不一樣 每個人接觸的不一樣 我講的不一定正確 你們自己要判斷 這個師父講的正不正確 自己判斷 我覺得說其他的師父 其他的法門 他們的觀念 每個人的先進不一樣 我們都是尊重 可是我覺得說 我現在是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殊勝的一個法門 大家要精進 要用功 要發菩提心 阿彌陀佛 inação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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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陀佛